如果吃了核辐射过的海鲜人类会变成什么样了 这段1945年拍摄到的真实影像 记录了日本人遭受核辐射后的真实状态 他们疯疯癫癫癫行为举止完全不像一个正常人 肌肉萎缩人体器官过早衰竭 正常人喝水都变得十分困难 就连动物染上后也是变得疯狂四处跳窜不再安分 正常的猫染上后也变得举步维艰丧失行动能力 当年美国为了迫使日本人投降向广岛和长期投放了原子弹 然后一瞬间广岛城市五万人灰飞烟灭 曾经热闹繁华的城市在一夜之间变得萧条暗淡满目疮痍 当时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 即使存活下来也是承受着病痛的折磨 因为这些人不是烧伤就是患上核辐射后的强烈后遗症 这名病人虽然没有烧伤也查不出任何毛病 但是全身核辐射后变得疼痛难耐无法直立行走 此时医生还是采用我们祖传的中医针灸来治疗这种疑难杂症 日本曾经的伤痛在几十年过去后 似乎早已经忘记了当年的那种灾难 现如今他依然不顾各个国家反对向大海排放核污水 如果你我吃了核污染过的海鲜 导致癌症风险增加的几率非常非常大 器官过早衰竭 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将会大面积的受损 所以日本向大海排放核污水的做法 简直就是灭绝人性的行李 请不吝点赞订阅